去執行 執行的話我這邊有設個中斷點 那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True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呢 設個中斷點油標放上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知道他是True 那我還是建議各位啦 如果你實在不熟 因為剛剛我同學 還是直接RUN 就會有錯誤啦 如果你還沒有到那個 如果存清的 境界的話 盡量還是怎麼樣 按F8 先讓他續航 好好看 否則的話你那照打 打完之後應該可以RUN啦 不過呢 你還是不知道 這個程式跑的流程是如何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讓他先RUN一下 那當然如果說你覺得前面都OK 只有哪個部分不OK的話 你可以設一個所謂的中斷點 那這個中斷點就是程式跑到這邊會停下來 接下來你還是可以按F8 慢慢去觀察 他的跑的流程 那如果有產生錯誤的話你也比較知道說到底哪裡錯了 那如果說沒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把中斷點取消掉 再按一下什麼 執行 他這樣都又回來了 OK 那有小到大按確定 自動就可以 但是有的時候 你多一個這個按鈕 反而會有點多餘 那這個常常在你們應該有一些公司裡面啊 或者是說你們在使用那種別人寫出來程式都會看到 可是 當然也另外一種寫法就是沒有button直接點了點了就RUN了點了就RUN了 但是點了就RUN還是有一些他的缺點存在 程式有的時候 還是要 要面面俱到真的不是 很容易 那你要去Try 看看寫在哪裡會比較好一些些 而且你要針對不一樣的需求 寫不一樣的界面 給不一樣的使用者 那沒有說一定是標準答案的 你要看狀況 而且或者是說呢你寫成這樣 可能user 我跟你講 使用者就讓我們寫成寫軟體啊 沒有任何使用者說你寫這樣子好 他可以說你可不可以幫我把按鈕拿掉 我寫在上面 可是呢當你把他改完之後的話 他可能會跟你講 我覺得你之前寫這樣比較好 你會幫我改回來 那你可能會瘋掉每天都在那邊改東西 像現在很多工程師每天就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已經很聰明了 他知道使用者可能改天又跟你講說我覺得之前的比較好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要把很多版本先準備好 讓他挑挑看 那當然早期啊 我們十幾年寫軟體的時候 那時候軟體工程師比較有一點點 權威啦 那時候講 不行 我覺得這樣好 就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因為以前 工需 沒有像以前 以前軟體工程很少嘛 像以前寫那個 竹科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去 住場的時候 那個 都是 他們對我們非常的理喻 有時候晚餐還會 請客啊 幹嘛幹嘛 然後我們就是 我說寫這樣就OK 他就OK 因為以前 那個那個 可能他們找 找的 就是競爭對競爭的比較少 現在不像現在 這麼泛爛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怎麼寫 是最好的 我想你可以踹一下 如果說這邊這個按鈕拿掉的話 哎 那程式呢 該怎麼撰寫 那當然也是一樣 我們回到這裡 把這個button 先把 delete 神尿 叫